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回到一影拍90秒 最近的天氣有一點逼死了 不是下大雨呢 就是有點悶熱到有點受不了 今年的冰咖啡你準備好了嗎 上次跟大家聊了冷泡咖啡 今天跟大家聊聊冰滴咖啡 要了解冰滴咖啡之前呢 我們要先認識冰滴壺 以前呢 冰滴壺是只有中大型的咖啡店 才可以採購的昂貴咖啡器材 那傳統的冰滴壺設計呢 有點像是一個落地中 木頭的框架 中間是一圈一圈的玻璃管 那中間放了咖啡粉以後 頂部的部分呢 放了冰塊和冰水 看起來很像實驗器材 但是又充滿了藝術氣息 那隨著咖啡器材的眼鏡呢 現在的冰滴壺有各式各樣的造型 而且尺寸是越來越小了 而且價錢非常的便宜 讓大家都可以在自己家裡做冰滴 那冰滴的原理呢 其實也是一種濾泡法的應用 咖啡粉放在器材的中間 當作一個過濾層 再搭配冰塊和冰水 用非常緩慢的速度給水 一滴一滴的滴在咖啡粉上 讓咖啡粉呢 徹底的吸水 等到乾燥的咖啡粉 吃飽了水以後呢 繼續滴漏 就會把粉層最下緣的咖啡液體滴下來 落在最下面的蒐集器材之中 就完成了冰滴的過程 那其實這個過程呢 也有很多地方可以探究啦 例如說咖啡粉的研磨度 冰水的滴漏速度 使用多少的粉水餅等等 交叉組合呢 就會有不同的濃度和風味變化 那一般來說呢 大家印象中的冰滴都會做得稍濃一點 倒不是說一定只能做濃 而是相對於其他的冰咖啡 冰滴咖啡 因為它可以比較長時間滴漏 所以它做出濃烈的口感是比較簡單的 而且它的印象感就會比較強 所以一般都會選擇比較濃烈的冰滴 好以上呢就是學長對冰滴咖啡的簡單介紹 那這個夏天呢如果你喜歡濃郁的冰滴咖啡 花個一兩千塊買一支簡單的家庭用冰滴壺 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喔 好那我們今天的硬派90秒就到此為止 各位如果有任何的問題呢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學長會一一回答 那也要請大家訂閱學長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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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成功的 對 來 谢谢大家